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 拿到一把仙道跳跃的红线菜 给它们来个亲密的洗澡时间 叶子和金稍微给它们点个人空间 别忘了 如果家里藏着食用景 来就秀一下 帮助它们摆脱那些不受欢迎的农养残余 让它们更加清新脱俗 第二步 把这些洗得干干净净水淋淋的红线菜沥干水 记住 我们追求的是那入口计划 脆嫩爽口的完美口感 别忘了 准备两颗蒜饭拍碎备用 第三步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厨艺了 热锅凉油 油温一旦觉醒 就撒上开碎的蒜饭 和它的大大红线菜 继续剃碎 接下来 快速翻墙 是我们要做的唯一动作 第四步 根据个人高雅品味 清洒一点食言 意见 红线菜本身就是个自带分支的菜籽 过多的装饰只会掩盖它的天然美容 简简单单 才是反对它的最好方式 第五步 如同完成一场表演 快速翻墙至红线菜熟口变软 它就可以大摇大摇地走出舞台来 上桌那一刻 它就像那名家女孩一样 颜值 口感 双在线 和什么主食 都是天作之合 简单几步 咱们就让红线菜在平凡中 绽放不平凡的味道 再次证明那句老话 简单就是一切 谢谢观看 我是不太会做菜 但又迷之自信的阿杰 关注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困论的乐趣